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阔的春木场上 出现了一片丰收景象 为争取木业丰收 今年开春 牧民们战胜了风雪春寒 适时转入了春季牧场 在街高的季节里 广大的社员和干部发扬革命精神 加强了街高 育高和饲养管理工作 羊羔的成活率都在98%以上 目前广大牧区的牲畜 雕肥体壮 幼畜正在健康成长 广东省海南岛 5月初 开连收割藻道 广大的各族社员 积极采取各种增产措施 使今年的藻道 普遍生长得比往年好 海南岛 海南岛东南海岸各县 已经收获的早到 亩产量比丰收的1964年 又增加了两三成 今年福建省长乐县的小麦 获得大面积丰收 长乐县广大的干部和社员 运用本地的先进经验 大搞小麦样板田 战胜了连续一百多天的干旱 使全县大部分地区的小麦 亩产量都达到五百斤以上 今年是长乐县小麦 收成最好的一年 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在周总理等陪同下 5月21日 访问山西省西洋县大寨大队 以柯烈家同志为首的客人们 受到社员们热烈欢迎 贵宾们和周总理参观农田建设情况 陈永贵向贵宾们介绍了大寨人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建设新大寨的经过 在1963年自然灾害中 遭到严重破坏的土地 已经修复一新 贵宾们还到社员家里做客 和社员们做了亲切的谈话 大寨人战胜大自然的革命气概 受到贵宾们的热烈赞扬 四川省绵阳专区农民办公室 农业局科学研究所的干部们 把机关搬下乡 到农业第一线领导生产 搞科学试验 这里原先是一座荒山野坡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搞起了高产试验田 改变了旧有的荒凉面貌 他们还有一批农业技术干部 常年驻公社生产队 和社员一起种试验田 推广先进技术 在生产实践中 丰富了理论知识 锻炼了干部 有效地指导了生产 改变了农业机关的工作作风 上海市卫生局 在4月30日 宣布提升100名中级医务人员 为高级医务人员 对提升的医务人员 思想进步 工作认真负责 学习刻苦 具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上海国际妇营保健院 驻产室孙菊芳 现在提升为医师 他多年来独立进行过 大小妇科手术 2000多个 陈家华 是上海广资医院 外科病房护士长 他长期担任护士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 外科护理临床经验 被提升为外科医师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同位素实验室 马济晓 在利用同位素 进行治疗诊断方面 达到较高的水平 被提升为 济师 陕西省境内 华山 以他翘把险郡 道路崎岖 闻名于全国 今年五月 陕西省西安市 莲湖区男女民兵六百多人 到华山进行军事野营活动 民兵们 冒雨攀登华山险道 惯恋革命意志 学习杀敌本领 当年智取华山的特等战斗英雄 刘基尧 讲述1949年 解放军八名勇士 歼灭数百名国民党残匪的英雄事迹 当年的侦察班长 杨建东 讲述了在夜间 怎样摸敌人的哨兵 两位老战士 还介绍了当年智取北风 骑袭匪军的生动情景 民兵们 在英雄事迹的鼓舞下 越过险要地段 登上了海拔两千多米的华山顶峰 这都连好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oon 感谢观看